大家好,我是阿聚,今天我们来看最后一期大结局 上一期结尾,剑三为了挽回爱情,第八次穿越回到过去 可这次却遭受了残酷的打击 小李告诉剑三他准备谈恋爱了 借着个单独对话的机会,正面和剑三做个了断 他想要忘记过去,忘记十几年来对剑三的喜欢 迟迟等不来剑三的表白,小李不准备再欺骗自己 宁可这样斩断这段缘分,放下对剑三的思念 小李告诉他自己喜欢多田老师 因为对方没有半点退缩,和剑三一直优柔寡断的性格 形成强烈对比 小李承认之前一直喜欢剑三 但他现在遇到多田老师才明白 过去他的逃避对剑三也是一种伤害 但这一次他会改变自己,认真接受多田的追求 看到小李这样的决绝,剑三一直思考很久 直到晚上,他看到小李和多田交往的细节 深深的明白是因为他的软弱无能 才错过这么好的女孩 剑三终于做出了决定 他要遗忘过去,这样以后小李结婚的时候 他就不会内心痛苦了 小李让他们五个人准备去看日出 剑三拒绝了统网,他想一个人静一静 在路上闲逛的时候,看到路人拿出的品牌包包 正是小李一直喜欢的那款 剑三询问他们怎么才能得到 原来这是游戏比赛的奖品,不是花钱能买得到 剑三到了游乐场,决心赢得这个包包送给小李 当作他们多年友情最后的礼物 另一边,小李和多田他们到海边等待日出 虽然玩得很开心,可缺少了一直长大的伙伴剑三 众人都觉得遗憾,或许未来他们会分崩离析 但他们现在还是想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他们一致决定回去找剑三 一起度过今天的跨年夜 剑三在一次次努力想赢得比赛 可他一次次失败,而他没有放弃反而充满斗志 此刻的他体会到了为一个人努力的心情 是欢乐和痛苦交替出现 越是这样他越忘不了小李 剑三领悟道,拉开距离并不是好办法 小李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他心里 是无法忘记的 剑三在玩了九十多次游戏后 终于成功赢得了奖品 他拿着包包走回家中 打开门遇到了惊喜 身边的小伙伴没有放弃他 都回来陪他一起跨年了 剑三把这个价值三万日元的包包送给了小李 然后便转身去卫生间避免尴尬 打开门发现了给他惊喜的多田老师 他们商议后决定去学校楼顶看日出 好朋友们在一起的心情是无比愉悦的 虽然现实中很多朋友都不能聚在一起 但过去的回忆也是人生中的重要财富 合照的时候 剑三又回到了婚礼现场 但他这次的经历很有意义 剑三选择祝福小李 妖精劝他再试一次 给他最后一次穿越的机会 男主剑三第九次穿越回到过去 想在情敌多田求婚之前 做出最后的努力 在这之前八次穿越都没有整明白 小李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再看多田的表现 他不顾场合表白 和小李有共同的爱好 在小李情感薄若期 每次都会出现 交往一年半后 多田准备求婚了 多田对小李说出了他们认识 以及相识的过程 小李诸多的优点 让多田深深爱上 现在他觉得感情稳定了 才会求婚 这样完整的表白 真挚的情感流露 让小李一时难以抉择 剑三知道小李被求婚的事情 他跑来问多田 着急求婚的原因 多田知道剑三和小李 从小青梅竹马长大 他或许是不想夜长梦多 但他给剑三的答案 也很值得让人深思 多田认为小李是他深爱的女人 如果小李心里也是这种感受 那么现在就是结婚的最好时机 剑三无言以对 急忙道歉离开 剑三明白 自己应该拼搏最后一次 让这段感情有个彻底的答案 剑三花了三个月工资 买了钻戒 准备去和小李摊牌了 让他不要着急答应多田的求婚 可是剑三的请求被小李拒绝了 小李说了一句 剑三你什么都不明白 就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 剑三从后面紧紧抱住了他 小李问了一句为什么 可剑三没有回答 小李生气的甩开他的手 直接走了 其实小李很久才甩开 说明他很在乎答案 可剑三没有表白 让小李觉得他还是在玩暧昧 这是小李无法接受的 他需要的是光明正大的表白 剑三非常不争气 如果早点拿出钻戒 或许还有机会 剑三自己带上钻戒 坐在水池边独自伤心 回家途中 剑三把钻戒 放在小李喜欢的广告牌上 小李晚上和多田约会的时候 对多田的求婚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让多田开心不已 小李和多田喝酒庆祝的时候 店员帮他们合影留念 窗外出现剑三的身影 他在一旁一直默默观察 相机按下的一刹那 剑三又回到了婚礼现场 本以为婚礼仪式就要结束了 思怡却说 还有最后一张照片 这意味着 剑三还有一次穿越机会 这多出来的机会 从哪来的呢 看着心爱的女人 嫁给别人是什么感觉 眼前的这个男人深有体会 剑三穿越回到过去 居然是陪小李选嫁状 还要装作很开心的样子 陪他玩游戏 放松的游戏并没有改变 剑三内心苦涩的心情 他还是很不甘心 输给情敌多田 剑三这次穿越 全靠好友干熊帮忙 干熊负责制作 小李婚礼的视频 多放了一张 可以让剑三穿越的照片 干熊他们 还到小李父母家 录制父母婚礼上 致辞的VCR 听到小李父亲的祝福 剑三终于明白 自己输在哪里 他一直都没有责任感 婚姻幸福 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 过去的剑三 无法承担起这个责任 除了狼狈的逃离 没有任何办法 他的内心 也被小李结婚这个事实 轻而易举击垮了 相反 多田的内心 却无比强大 小李想告诉他 为什么放弃剑三 却被多田阻止 多田直接和小李沟通心意 说出自己过去的糗事 获得小李的认同 多田说 不要在意过去 应该更加珍惜 以后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 剑三在小李家 看到小时候的相册 回忆了很多往事 小李妈妈告诉剑三 很多秘密 小李为了剑三 去了同一个高中 小李在家中 总是会提起剑三 父母一度以为他会和剑三结婚 小李妈妈还拿出一张童年照 剑三回忆当时 他让小李摔倒了 为此小李还进了医院 剑三在外面一直等待 自责让小李手臂上留下伤疤 剑三在晚宴上看到小李的疤痕 又想到自己的承诺 他望着小李的背影慢慢离去 不忍心爱的女人远离 剑三做了一个决定 他拉着小李就往外走 小李也没有拒绝 跟随剑三一起奔跑 他们回到最初认识的地方 一起进了小学 小李以为剑三带他到这里 是有特殊含义的 他们两人都没有表白过 青梅竹马的友情还在 剑三最后一次穿越 带他回小学的时候 小李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内心 他已经忘记过去 活在当下 他很珍惜剑三这个蓝颜知己 过去的一切对他都是成长的经历 剑三知道小李的内心之后 他就穿越回到了婚礼 剑三并不知道 小李已经发现了他的求婚钻戒 是闺蜜惠礼 无意中发现的钻戒 然后交到了小李手中 钻戒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 因为剑三之前从来没有表白 所以小李还是决定嫁给多天 回到婚礼上 剑三是在婚礼致辞之后穿越的 可穿越回来却变成了至辞之前 所以他才勇敢表白 多田这个新郎真的倒了大霉 伴郎在婚礼上公开表白新娘 新娘也感动落泪 周围的人也被伴郎感动 只有新郎多田内心苦涩 剑三对小李告白 自己还喜欢他 但今天结婚只会祝福小李和多田 说出心里话的剑三内心如是重负 新郎多田还要站起来 对剑三致辞表示感谢 此刻多田想K剑三的心估计都有 剑三离开婚礼现场 小李望着他的背影有些发呆 多田也看出小李的不对劲 随后婚礼也开始播放幻灯片 小李看着一幕幕剑三穿越的故事 剑三所有的努力都浮现在小李脑海里 剑三在比赛中的努力 咖啡牛奶的回忆 还有帮他追回爷爷的经历 两人的初吻等等 他的反常表现被多田打断 急忙擦掉眼泪 找了个借口解释 小李其实已经犹豫 人生总是在不断错过 他害怕再这样继续错过剑三 多田把他带到休息室 询问小李的选择 小李选择了对不起多田 他穿着婚纱跑出去追剑三 却遗憾看到剑三上了出租车 目送他远去 小李回到教堂遇到了妖精 妖精把剑三一次次穿越的故事 告诉了小李 还对他说 改变现在面向未来的意志 才是最重要的 你不觉得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吗 听完这句话 小李选择去找剑三了 这是上万人给编剧寄刀片 求来的大结局 之前求婚最后一集观众都不满意 所以剧方制作了SP特别版 剑三走出教堂后坐上了出租车 没想到出租车没油了 他只能下车帮司机推车 突然听到有人喊他 回头一看竟是新娘小李 原来小李逃婚了 剑三把小李带到海边 涨潮时小李丢了一只高跟鞋 剑三只能背着小李离开海滩 小李对剑三说 如果他能找回这只鞋 就答应嫁给他 小李答应先做剑三女朋友 他们交往一年后 好友惠里和小赫准备结婚了 婚礼定在夏威夷举行 剑三和小李到了婚礼酒店 迫不及待就想见到新娘惠里 可小赫一直阻拦他们 不让他们进房间 气得剑三和干熊 直接把他摔出去 小李看到新娘之后 原来惠里留下一张字条 就逃婚了 已经回到了岛国 他觉得小赫最近很反常 对婚礼不闻不问 还经常往回家 惠里觉得 小赫可能出轨了 所以不打算进行婚礼 剑三看到小赫失落的样子 也觉得很对不起 当时的新郎多甜 他和小李一直必谈当天的事情 所以两人暂时也没有结婚的打算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妖精出现了 他帮剑三穿越回到婚礼之前 剑三一穿越 就看到最不想见的人 剑三回到当初向多甜道歉的时候 毕竟是他破坏了多甜和小李的婚礼 好在多甜是个很大度的人 原谅了剑三 他觉得小李最爱的人既然不是自己 那还是分开的好 剑三和小赫见面之后 发现他对惠里说谎要加班 跟踪之后发现小赫居然和别的女生约会 剑三还跟着小赫进了会所 当场抓到他和女生偷偷摸摸搞事情 另一边 惠里经过小李的提醒之后 也打电话得知 小赫经常加班是说谎的事情 剑三找到惠里 拿出一张磁带把录音放给他听 原来小赫经常说谎要加班 其实都是在找惠里从小到大的同学 让每个人都录制一句祝福送给惠里 他想制作一份特别的礼物 在婚礼现场放送给惠里 剑三回忆小赫说的话 在小赫心中所有惠里生命中出现的人 他都特别感谢 没有他们的话 小赫就不会和惠里认识恋爱了 小赫的觉悟是整部剧中最高的 让人佩服 剑三在小赫身上看到了 婚姻需要有责任感 他之前一直逃避见小李父母 其实对小李也是一种伤害 之后剑三带着小李回家 见了小李父母 得到了他们的原谅 逃婚的事情彻底抹平了 看到剑三突然变得很有担当 小李也是非常开心 觉得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搞定这些事情后 剑三穿越回到夏威夷 因为解释清楚了误会 小赫和惠里的婚礼如期举行了 剑三看到他们幸福的样子 内心也有了新的打算 他带着小李来到海边 拿出了小李丢失的那双高跟鞋 然后真诚地向小李求婚 故事结尾是这样的 小李拿出剑三丢掉的钻戒 交到剑三手上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部剧就是要告诉我们 要珍惜眼前人 不要等失去了才知道后悔 那么最后问题来了 当年的你有没有错过一些人 有没有做错过什么事呢 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 会不会有遗憾 有没有后悔呢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最近流量一直很差 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订阅和转发 下部剧 我们讲魔女的条件 点赞越多 更新速度会越快哦 我们下期再见了